第34章 天堂之顶和天堂之门 如果你仔细观察意大利地图的话 就会发现它被一条南北走向的山脉贯穿了 这条山脉看起来很像一只怪兽的脊背 这就是亚平宁山脉 要想从意大利的东部走到西部 就必须穿越这条山脉 人们在亚平宁山脉上开凿出了许多隧道 火车从威尼斯开到佛罗伦萨 要穿过亚平宁山脉的45个隧道呢 佛罗伦萨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是含苞待放 听起来很像一个女孩子的名字 当火车穿行在佛罗伦萨市区的时候 你可以从车上望见城市里的屋顶 这时相信你肯定会对城市中央 那个巨大的圆顶感到好奇 它看起来那么像一只火车的轮圈 紧挨着轮圈呢 是一个很高很大的方形塔楼 它在哥伦布出生前就已经在哪了 乍一看 这个圆顶和圣保罗大教堂的圆顶很像 但它建造的时间比圣保罗教堂早多了 确切地说 圣保罗教堂的圆顶模仿了它 除了圣保罗教堂的圆顶外 世界上其他同类型的圆顶 也都是照着它的样子建成的 当然 这里面还包括著名的美国国会大厦 很久以前 人们总是习惯建造很小或者很平的圆顶 后来 弗罗伦萨人想为他们的教堂建一个与众不同的圆顶 使它看起来又大又漂亮 他们还想在圆顶建成后 让所有人都看不出来它是怎么建造出来的 一般来说 人们会选择石头作为建造圆顶的材料 圆顶下面是不能有支柱的 它必须是空空的 就像我们建造的股门和拱桥下面是空的一样 由于水泥无法固定石块 所以通常人们建造圆顶的时候 会先把石块放在木架子上 等到所有的石块都被运送到预先设定的位置 再把木架子移走 这样一来 大大小小的石块 你压我挤 就变得严丝和缝 再也掉不下来了 这种原理可以用我们经常见到的一个情景来解释 当放学铃声响起 所有的小朋友一起涌向校门的时候 如果全部集在一起 肯定谁都出不去 而且这样做还很危险 当时佛罗伦萨大教堂的大圆顶 大的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 所以根本没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建 用木结构吧 要把整片整片的森林都砍掉 才能做成足够大的木架 这时 有人出了这么一个怪主意 咱们把硬币混在土里堆成一座山吧 等到土山堆到一定高度 就可以在上面建造圆顶了 圆顶完工以后 告诉所有的人可以去取土里埋的钱 这样一来 人们肯定很快就把土给挖走 剩下的也只有圆顶了 这可真是一个古怪的主意 所以当时没有人愿意去尝试 最后有两个喜欢对着干的艺术家 宣称自己有建造圆顶的本领 他们一个叫布鲁内·列斯基 咱们就简称他为布先生 另一个叫吉尔贝蒂 咱们就叫他为吉先生 两个人相互较劲 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 所以谁也不告诉对方 自己建造圆顶的方法 一开始 布先生是这个工程的总设计师 吉先生只能充当助手 这样一来 吉先生可就不乐意了 逢人便说布先生的坏话 说他根本就没有建造圆顶的本领 圆顶在他手里肯定无法完成 刚开始听到谣言的时候 布先生没有把吉先生的话放在心上 而是专心指导自己的工人开展工作 就在圆顶即将合拢 整个工程进入到最关键的时候 吉先生还在散布谣言 甚至当面取笑布先生 由于吉先生欺人太甚 布先生终于生气了 他借口生病停下了整个工程 布先生闭门不出 整个工程就进行不下去了 这可更给吉先生提供了足够多的画饼 他告诉人们 布先生根本就没有生病 他是装的 就像学习成绩不好的小孩 撒谎生病不想上学一样 其实啊 他是不知道该怎么往下干了 于是 弗洛伦萨人纷纷来到布先生的家中 恳求他回去接着建造圆顶 我真的病了 布先生告诉大家 吉先生不是说 只有他才能把圆顶建成吗 那就让他把工程继续下去吧 人们又纷纷涌到了吉先生的家中 请他帮忙把工程进行下去 吉先生很高兴地 接受了大家的邀请 可是才接着往下建了一点点 他就再也进行不下去了 急切的人们又跑到布先生的家中 再次恳求他出马 让我继续往下干也可以 但是吉先生必须要管住他自己的嘴巴 布先生提出了要求 在众目睽睽之下 吉先生再也不敢议论布先生了 就这样 布先生又把工程接了回来 终于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圆形屋顶建筑 直到今天 人们还没有研究出布先生 究竟是怎样把圆顶建成的 吉贝尔蒂在建造圆顶的比赛中 输得很惨 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一名杰出的雕塑家 在佛罗伦萨大教堂的正对面 有一栋矮矮的六面建筑 它就是佛罗伦萨洗礼堂 虽然建筑本身很矮小 但它却有着青铜座的门 吉贝尔蒂用圣经中的故事做圆形 在门上雕刻出许多人物和场景 而且个个栩栩如生 其中最著名的一幅画 刻的就是亚伯拉罕把儿子作为祭品 献上圣坛时的情景 这些门太美了 天堂中的门也就是这样吧 佛罗伦萨的另一位艺术家 米开朗基罗看到这些门时 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米开朗基罗和哥伦布是同一时代的人 也出生在意大利 哥伦布把自己大部分的时间 都用在了航海上 很少在意大利居住 而米开朗基罗却一辈子都住在意大利 他创造了许许多多的艺术品 有素描也有油画 还有雕塑和建筑 那个时代的艺术家可个个都是全才呢 他们创造了许许多多的艺术品 大到作为宗教圣殿的教堂 小到挂在脖子上的装饰品项链 当然最多的还是油画和雕塑 一天 米开朗基罗在路边捡到了一块大利石 显然是被别人丢掉的 因为石头上有一条很明显的裂缝 米开朗基罗端详了这块大利石很长时间 越看越像青年大卫的身形 他就照着自己脑海中的形象 用凿子雕啊雕刻呀刻 直到这座著名的大卫雕刻成形 后来人们根据他雕出的形象 做了很多大卫雕像的仿制品 弗罗伦萨就有两座很大的仿制品 它们比真人要高出很多倍呢 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大卫雕像的仿制品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不妨在自己家里也放一个 大卫出自于圣经 曾经杀死了侵略犹太人的 非力士巨人哥利亚 是守护犹太人民的少年英雄 那米开朗基罗的这座大卫雕像 就表现了大卫迎接战斗时 自信勇敢的状态 通常那些收藏了许多漂亮艺术品的宫殿 都很富丽堂皇 可佛罗伦萨的宫殿 却让人感觉像是监狱 那是因为这里修建宫殿 就是为了防止外人进入 以前这些宫殿里 还住着许多富裕的家族 可他们之间根本无法和平共处 吵架 打闹是家常便饭 每个人都忙着筑牢自己的宫殿 以免受到邻居的侵犯 所以宫殿就被建得跟堡垒一样 佛罗伦萨可不像威尼斯那样 到处都是水 它只有一条叫阿诺河的运河 河上建了好几座桥 其中有一座桥叫维奇奥 当地人又叫它古老的桥 桥的两旁店铺林立 这一点和威尼斯的里亚尔托桥很像 这里的很多商店都出售装饰品和纪念品 这些东西大多是用银子 马赛克以及龟壳做成的 以前佛罗伦萨人为世人 创造了许多伟大的艺术品 现在他们则把目光投向了这些小艺术品的制作中 并通过成千上万的游客 把这些小艺术品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通常我们见到的塔都是直立的 可是就在离佛罗伦萨不远一个叫做比萨的地方 矗立着一座倾斜的塔 你有没有猜出这座塔的名字呢 不错 它就是比萨斜塔 一座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塔 比萨斜塔刚刚建成的时候 也和我们通常见到的塔一样 是直立着的 可是后来 由于塔基的塌陷 它就开始向一边倾斜了 远远看上去 感觉马上就要倒了 比萨斜塔已经倾斜了几百年 并且还在倾斜 如果它一直倾斜下去的话 总有一天会真的倒下来的 你知道海洋动物的骨骼 最终会变成什么吗 我在前面提到过的 会变成大理石 不同的大理石 有着不一样的质地 有的很粗糙 里面的动物骨骼都能看得见 有的却很细密 比萨城附近 有一种叫露天矿的石头 可以加工成光滑细腻的大理石 这种大理石叫卡拉拉大理石 是根据它的产地命名的 这种大理石的开采历史 可以追溯到耶稣时期 不仅在意大利 世界上很多国家 在需要优质大理石的时候 首先想到的 就是卡拉拉的大理石